春芬 夏至 秋芬 冬至 這四個 決定的時候 前一日呢 為離日 曆春 曆夏 曆秋 曆冬 這四個日子呢 前一日呢 為絕日 好 這個春芬 夏至秋芬 冬至 前一天呢 你看那個皇帝上面 之前一天 我們都叫做絕日 皇帝上面就有 你這叫離日 就是木火金髓 四個 結 四個絕地呢 分離的時候 氣最弱的時候 也就是 最危險的那一天的時候 曆春曆夏 曆秋曆冬 前一天是絕日 代表 春夏秋冬 節氣要交換的時候 是 節日 墜落的時候 所以那個大凶的日子 好 如果 你看到一個人 他 舉例 比如說 他是 12月25號是立東 比如說 12月25號是立東 這是舉例喔 你剛好在17號的時候 看到這個人 已經面目枯搞了 然後看他經濟的流年 剛好 四沙還不及 還六沙 楊鎖火力風箭通通來的 所有的壞星 通通在裡面等到你了 然後再看到 祖星進來的時候 連真太郎 這些沙星呢 進來的時候 還落線 沙星中廟還好 對不對 廟還比較好 那麼落線通通是沙 那不是在天羅帝王 天羅就是天上心 然後帝王都會到 他一看這個面容枯搞了 看相看算命 他是百分之百實定的 可是這個人說不定還在裡面講好好的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們學這個 是真的叫因德 我們 他永遠無法證明我們是錯的 因為他要證明的話 他一條面要配出來 他永遠無法證明我們是錯的 好 但是要證明我們是錯的 很辛苦啊 你花了很大很大的代料 可能有你生命在裡面 遇到這種絕日的時候 再一看又是絕日 禮日和絕日 一年呢 我們有八天 都是大凶的日子 就是這八天 這八天 諸事不宜 所以千萬我們在後面介紹 羊宅 搬家或者是入獵 或者是怎麼樣 一定要通通避開這八天 這八天 這八天是我們人 去最弱的時候 表面上看你是很壯 可是你最容易得到感冒 因為絕日是空的 真空的狀態 這是一個缺陷的地方 好 這就是這個 這個不急的地帶 好 這就是要避掉 不要再找到 邊廣告 再一切 這就是這個不急的地帶 這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又再追隨著 所以我們會看到 我們可能會去 我們不能拍出